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郑松 我想跟你聊聊 没错 我们是应该好好聊聊了 你老实告诉我 你究竟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先是友善拿着珍珍跟我的简体去验DNA 再有就是友善跟浩天开公司的事 到底多久了 你先不要埋怨我嘛 我心里有秘密 我也不好过呀 友善 他知道了程温是他的父亲 他知道了你不是他的爸爸 他从来都瞧不起的男人 才是伤他遗弃他的人 才是伤他遗弃他的人 你说什么 这么重大的事情你怎么现在才说呀 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 我也没有办法呀 他 他知道了 他知道了 不再爱他 会堂而皇之地 爱着你的亲生女儿杨珍珍 别说他怕 我也怕 你 郑苏 郑苏 牛善是我心里的一块肉 不管他是不是我亲生的 我爱他胜过一切 我求你 你就成全那根浩天吧 好吗 我不想让这个女儿离开我 我爱他 我要这个女儿 我求你了 等我一下 好 怎么了 你是不是不舒服 待会儿我陪你去检查 小妍 我看我们还是不要订婚了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我觉得 奶奶根本就不希望我们订婚 她完全不信任我 就算我们真的结婚了 也一定不会幸福 奶奶说去美国找你的父母 是因为尊重他们 你怎么会觉得她不信任你呢 可是我妈妈现在还在生病 她跟我一样 是个追求完美的人 她不希望别人看到她生病的样子 可是奶奶现在又这样逼我 我跟我家里怎么交代啊 好 好了 这件事情我来安排 要不这样好了 我来说服奶奶别让她去美国 你去安排一下 你的父母那边 请他们打个电话过来 好吗 真的吗 你真的愿意替我去跟奶奶说吗 你看你 我们都要订婚了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还需要吃饮 奶奶 我先去忙了 小妍哪 你确定要和小婧订婚吗 奶奶 婚礼已经在准备了 你为什么还要这么问呢 我是想提醒你想清楚 不要委屈自己 你是想真的跟孙小婧过一辈子呢 还是认为你应该陪她一辈子呢 感情不能拿来报恩 也不能拿来补偿 爱就是爱 不爱就是不爱 要是勉强对对方对自己 都不是好事情 奶奶 我不想成为像我爸那样的人 她因为妈妈生病就离开她了 我不能也成为那样的人 我明白 明白了 所以请奶奶尊重我的选择 让我和小婷订婚吧 好 奶奶都知道了 奶奶会尊重你的选择的 不 小妍啊 你就要订婚了 会不会希望 你爸爸来参加呀 我无所谓啊 反正她在我的生命里面缺席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奶奶她是最重要的 你是我最在乎的人 你是我最在乎的人 你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老师 我的奶奶还是我的老板 你这孩子就会哄我 对了 对了奶奶 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小婧她家里真的不方便接待我们 所以我想安排一下 请她们跟我们联络 打个电话先熟悉沟通一下 反正订婚典礼只剩下两个礼拜 大家很快就会见面的 你都这么说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 就依你 谢谢奶奶 不过呀 你要总是这么顺着她 依着她 将来把她宠坏了 你自己要吃亏的 你放心 你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 你才是我最宠的女人 明珠啊 你怎么都没有想到 当年造的孽 如今却是你的儿子在替你承受 你这个父亲对着其他吗 你在找什么 珍珍的戒指吗 这是部分钉字户的同意书 还差两户 也就是说开发权 基本已经在我们手上了 如果你愿意亲手给我 戴上这个戒指 和我订婚 我保证帮你拿下 这块地的开发权 并且给你足够的资金 给你最佳的人脉 让你有机会 帮你爸爸出一口气 我不知道女人这样主动 会不会让男人讨厌 但是我就是喜欢你 喜欢一个人是没有道理的 我宁爱冒着容易得到 而不被珍惜的风险 但是我就是要你 有事 有事 我不想辜负你 可是我忘不了珍珍 我昨天晚上一整晚都睡不着 我心里想的都是她 我感觉 我心里缺了一个大洞 什么都提不起尽了 但是她现在已经离开你了 你醒醒 你能不能面对现实啊 你不是希望帮你爸讨回公道吗 你不是听说颜民中回来了很激动吗 坦白说我有一位计划 可以让你一夜之间飞上枝头 也可以通缉颜民中让她得到报应 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灾虎儿女私情的样子 也太让我失望了 你过来 坐下 你看看我都为你做了些什么 我通过关系 租下爸爸盖的平家竹方 给那些人无条件居住 还跟他们谈了改建之后的权利和义务 给他们最优厚的条件 还谈了保密协议 我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 如果你还是为了杨珍珍那个女人 要毁掉自己的前途 那像你这样的男人 也不值得我爱 有膳 先别激动好不好 我夏有膳不是随便的女人 我眼光很高 挑中你 是因为我真的遇到了 心动了 我答应自己要好好地为自己爱一次 但是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太活脑了吧 要不然你让我怎么样啊 我也不愿意这样啊 可是我无力去改变 我也有无奈和苦衷 我根本就不想报仇 我根本就不想报仇 我只想好好当个设计师 跟珍珍结婚过着平凡的日子 可是我妈 她逼我一定要出人头地 替我爸争口气 我承认遇见你之后 我承认遇见你之后 你可以给我全世界 可是我已经有珍珍了 选珍珍 我妈她不高兴 选你 我就是个复兴汉陈世美 我怎么做得不对 我怎么做得不对 所以 所以你就什么都不做 在这里婚于往昔 在这里继续颓废吗 好 浩天 珍珍不会回来的 这是结果 你只能接受 那也许 没有也许 不可能 她被外界说成这样 还发现你找别的女人 她的心已经伤透了 她不会再回来了 你不说自己别无选择 为什么不朝前看呢 你和杨珍珍之间的感情 是时间积累出来的 我都明白 但是时间积累起来的感情 也可以让时间冲淡的不是好 我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之内 只要你亲手给我戴上这个戒指 我夏友善就是你的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是你 当初 连格的父亲颜民众 是怎么欺负我们家的 你爸爸是因为什么 心情郁闷而死呢 我们不自量 又是怎么艰难度过这段日子的 难道你就忘了吗 我们走吧 喂 中夕 我在医院呢 你在哪里 我刚才去你办公室 你不在啊 我去院长办公室了 你找我有什么事 中夕 我想麻烦你一件事情 我爸叫我去处理一个旧城区的策划案 你看 喂 你好 挺好 等一会儿再跟你说 谢谢啊 小金到底拿的是什么药 我要去查这清楚 我是不是应该还给天北 少了这只耳环 另外一只就失去了作用 可是还给了他 我就没有了 小岩 我先给你一只好 你还有什么瑞环 你为什么要去哪里 反正迟早要给她嘛 我本来是打算 让她自己过来拿的 以后啊 这样的事情 就交给我来处理好了 别忘了 我们俩马上就要订婚了 以后你的事情 就是我的事情 不好意思啊 怎么了 打扰你们谈情说爱了 孙小姐 你不是刚从医院回来吗 吃药了没有 我可没有跟踪你啊 我正好去那家医院找朋友 不过奇怪的是 我的好朋友 怎么说你好像没有得过癌症病 吃的也不是癌症的药 是贫血的药 李恒 不要开这种玩笑 谁说我开了玩笑 我是认真的 孙小姐 你应该不会说 你得癌症的病史是假的吧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有谁会随便拿自己健康开玩笑呢 有没有得癌症 我自己知道 我根本就不需要向你证明什么 哇 好凶啊 干嘛这么恼羞成怒 你 李恒 请你不要再拿小精的健康开玩笑了 这样很伤人的 哦 对不起 那可不可以让孙小姐回避一下 我有重要的事情找严总经理商量一下 怎么了 说什么我不方便在场啊 你要在场也可以啊 但其实我想请教她 怎么才能顺利追到夏天美 过程中 难免会聊到她当初追夏天美的细节 如果你想听 请便 你要问我怎么追天美 开玩笑的 要追也不会偷别人的招数 太没创意了 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什么事 跟我爸见上一面 整理阳哥成长的照片还好 整理到他跟小婧的爱情故事 我真的是 怎么那么痛苦啊 怎么又在偷懒啊 没有啊 我只不过整理照片 整理的药酸杯 我会被疼的 所以随意活动一下筋骨啊 这 这是我的耳环哎 你看我还有另外一只 怎么会在你这儿 我找了好久啊 这是你失踪的时候掉的 刚好被小妍捡到 刚才我看见她随手扔进垃圾桶 我想你可能会需要吧 所以就帮你留下来了 她怎么可以随便把我的耳环 丢进垃圾桶里 太过分了 她明知道我很省还这样 没有办法 男人就是这样 喜欢你的时候 对你特别的好 不喜欢你的时候 就完全不在乎了 这张照片我差点都要忘了 这是我和小妍去张家界的时候拍的照片 记得那天我们俩拍照都忘了时间 等要下山的时候山上就起了大雾 害得我们在山上困了一夜 幸好当时小妍把外套给我 还紧紧抱着我烤火 要不然我可真的穿不到天亮 现在想想我们俩还去过不少地方 以前那段时间 我们每完成一个案子 都要进行一次长途旅行 现在想起来 真的好甜蜜 怎么啦 怎么了 怎么不说话啊 是嫉妒吗 有什么好嫉妒的 这每一张照片上面都有拍摄日期 本来就是我认识小妍在先 我跟小妍这些甜蜜的过往 都是发生在认识你之前的 我 我怎么会嫉妒吗 我只是 对了 我突然间想起来 我和小妍还去一个求婚派对 你来负责这件事情 帮我举行一个非常浪漫的求婚派对 有烛光 有鲜花 还有气球 我最喜欢的是玫瑰花 小妍知道的 不好意思 我不太舒服 我先出去一下 甜蜜 小妍 你不觉得这样做太过分了吗 你明知道甜蜜是总经理的前女友 你还逼她帮你办什么订婚典礼 现在又让她给你弄什么求婚派对 甜蜜 你这样做真的是太过分了 你都已经赢了 这不存在赢不赢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 之前我还一直护着你 甚至帮你去打击甜蜜 因为我觉得她就是个第三者 可是现在我觉得 她根本就是一个傻傻的 天真的女孩 连你让她办这种事情 她都默默地接受了 你真不应该再这样逼她了 不行 不行 亮亮知道我的秘密 我还不能得罪她 亮亮 你不了解 其实我心里 是很没有安全感的 董事长怎么对我 你最清楚 就算我能跟颜格顺利地订婚 最后能不能跟她结婚 我心里很没有底 怎么会呢 你想太多了 是真的 我知道我不应该这么小心眼 可是天美跟颜格都已经分手了 她还坚持留在公司 这难道不是别有用心吗 不会的 天美哪有那么多心思啊 跟她认识那么久 她根本就是一个傻傻的女孩 这就是她狡猾的地方 那你告诉我 她为什么还留在公司 她自己的爸爸 有一家那么大的公司 我会走 我一定会走 等这个月美食月结束之后 我就走 可是你又让我做这些工作 我就想 干脆把你们的订婚仪式完成之后 我再走 所以我现在想法还是这样 你放心 我一定会走 天美 都是掌召你有事 要不你先过去一下吧 天美 都是掌召你有事 要不你先过去一下吧 嗯 喂 伯父 你要见我 董事长 韩奶奶 奶奶 我喜欢你叫我奶奶 来 奶奶 看看这个资料 河道治理工程 嗯 我想请你负责 河道治理工程的投标案 可是奶奶 我 怎么了 有问题啊 坦白说我自己心里已经打定主意 等饭点美食月结束之后 我就主动请辞 怎么 是不是孙小婧又找你麻烦了 没没没 跟小婧没有关系了 她怎么会找我麻烦呢 只是我自己觉得 再在这里待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而且我也不希望同世间会有闲言闲语 这样对小婧和颜格两个人也没什么好处 我不管 反正你得先帮我把这个项目完成 之后你怎么决定我不干预 可是我 我跟你说 因为是我先让你帮我忙 你后提出辞职 所以呢 你就得先帮我做完这件事情 你才能走 对不对 再说了 我这么疼你爱你 你就忍心看着奶奶伤心哪 奶奶 你这样叫我 想拒绝都没有办法拒绝得了你 我就是让你拒绝不了 奶奶你好狡猾哦 你没听一句话吗 无奸不伤 我是伤人 因此狡猾得很啊 真的 好疼哦 好疼哦 仔细想想 天美真的不是个坏人 反而是小婧 最近 我感觉她的心情好重啊 怎么办 我是不是应该把小婧的秘密说出来呢 妈 对不起 我不能让我的悲剧在小妍身上 再重念一次 伯父 孙小金啊 来来来来 快请坐 伯父最近气色不错 有什么好事啊 儿子要娶媳妇了 算不算好事情啊 来来来 快坐 啊 这个 是我送给你和小妍的礼物 你先替小妍收下吧 钻戒 这礼物也太贵重了吧 如果我是个外人 这肯定是贵重啊 但我是小妍的爸爸 爸爸替儿子送订婚戒指 这乃是天经第一 怎么样 这些日子辛苦了吧 我妈呀 还是原来的老样子 她就是武则天 什么事都得听她的 什么事都要在她的掌控之中 我跟她聊过 她好像 不太情愿 想不到 这个老太婆这么讨厌我 这个你只管放心 如果我在意 我就不会把这么贵重的礼物 交给你了 因为我知道 小妍最需要的是什么 谢谢伯父 我一定会想办法 让小妍知道 您其实并没有遗弃她 其实很爱她的 你看 都快要成为我妍家的儿媳妇了 还不改口啊 爸 好好好 爸 我介绍一个好朋友跟你认识 我 ser perky GETOND你 改口 我愿嫌美妇 您也应该啊 回去给你 误悉子 老太太 你今天不还是大家 严导这当年 你好 你好 你好像有点面熟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孩子 我是你爸爸 在你三岁以前 爸爸还经常抱你去买糖葫芦吃 你忘了吗 小妍 你看严督市长 还送我们这么贵重的礼物 才第一次见面 就说您这么贵重的礼物 怎么好意思呢 应该做的 应该做的 这么费心让你准备 过两天我一定把订婚倾帖 亲自送过来 还不知道董事长尊姓大名 能不能请教一张名片 来了 我爸叫阎民忠 一圈一圈 一圈一圈 眺望幸福 小妍才三岁 你知道吗 为了那个小歌女 你连这个家也不要了 孩子 你也不要了吧 责任亲哪 我知道那个小歌女 出生以为我 有不幸运 可我爱她 我别无选择 我再也不认你了 我再握你的手 还有什么用 当儿还没说出口 你狠心不再为我逗留 留下一刻 还有什么用 相聚不常用 难得你在的时候 为何你支不住我 小妍 伯父 小妍她其实 也是不是 你知道吗 你从头到尾都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小妍 其实伯父不是你想的那样 她其实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们原来就认识吗 爸 为什么严格听到你的名字 反应这么大 你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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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话呀 严格是你的亲哥哥 她是我的大儿子 女人 是你怎么回事啊 是我把她交给你奶奶 铺养了二十多年的大儿子 也更紧了 爸妈对不起你 请你原谅我 来 言尔哥 伯父 您别担心 我去找他 为什么会是这样 为什么会是这种局面 爸 你什么时候有个大儿子了 我不是个独生子吗 你是这样说的 怎么我现在多了个哥哥 别问你爸爸了 总之 言尔哥是你的亲哥 小言 小言 真是的 去哪儿了 怎么搞成这样啊 孙小剑 你早就知道言尔哥是我哥哥了 你和我爸爸什么时候联系上的 什么时候 你觉得现在谈这个合适吗 既然你这么想知道 怎么不去问你的爸爸 我现在要找言尔哥 你别给我找麻烦 你这个女人怎么心机那么重 你明明知道我和言尔哥的关系 却一句话也不说 我的天文去燕家 见到我亲奶奶 却没人告诉我那是我家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够了没有 你爸爸都没跟你说 你亲奶奶也没对你承认 这是你们的家务事 你们一家人 问题一堆秘密一堆 我都还没有进门 我能干涉什么 还有 既然 你已经知道了言尔哥是你的亲哥哥 我想提醒你 我就是你未来的亲嫂嫂 希望你以后说话 对我客气一点 不要因为天妹 就把我当成敌人 我爱上了自己哥哥的亲女友 天 怎么会这样 董事长 车备好了 我们可以走了 喂 奶奶 糟糕了 立衡带言尔哥去见伯父 就是万年的董事长 现在言尔哥情绪激动地跑走了 我到处都找不到他 怎么办呢 我好怕言尔哥他出去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你们这些人怎么搞的 我是拼了命的要保护小颜 你们是拼了命的要伤害他 奶奶 言尔哥他怎么了 天妹 快快快 快帮帮我 小颜的爸爸回来了 小颜见到他了 小颜情绪很激动 他不肯接受他 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你知道 你知道他会上哪儿吗 我也不知道啊 不过奶奶你放心 我现在就去帮你找 我一定会很努力地把它找回来的 快 快去 喂 我的我想hun 在梦子里 damages 他ich PD 他在梦子里导致 在梦子里摇建物 啊 啊 啊 看昨日天空 美丽彩虹 留下太多感动 是你的美 是你的爱 严董事长 你好像有点面熟 我好像在哪见过你 我竟然不认得自己的心声把握 我居然不知道自己有个同富异谋的兄弟 这个世界会不会太荒谬了 会不会太可笑了 你懂事长 我喊我父亲严董事长 今天如果我没去 他是不是也根本不想跟我联络 是不是根本不想见我这个儿子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 灾满了天空 灾满了天空 是你给我的力量 你连贩卖机都欺负我 我看你 好 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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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给我的力量 让我飞上了天空 因为你我不怕风雨 是吹去彩虹 你等我一下 我也去拿一管 给我的力量 让我飞上了天空 因为你我放飞梦想 请拥抱彩虹 爸爸回来了 那是好事 干吗那么想不开啊 他抛弃我 抛弃我妈 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他现在已经回来了 在我最需要的时候 他丢下我 现在我已经不需要他了 谁说不需要的 每一个孩子都是需要父母的爱的 爸爸妈妈是一种力量 一种不管你是什么样子 好还是不好 成功或是失败 可是最后只要回到家里 就能得到温暖的一种力量 对你是这样的 我从来没有在他身上得到半点温暖 那是以前我已经说了 你是想因为今天的沮丧和失落 让未来也变得暗淡无光吗 这次爸爸回来 他就是想要修复你们之间的关系 可是现在不愿意逃走的人是你 我会逃走是因为二十几年前 他也是这么对我的 所以这二十几年 你们父子之间亲情的遗憾 是他的错 可是现在二十年 三十年 甚至于未来更久的时间 你们之间遗憾的罪魁祸首 就换作是你了 你们扯平了 你们两个人 每个人都浪费二十几年 你觉得人的一生有很多二十年吗 父母跟子女之间的缘分 有多少个二十年 到最后还是自己的人 偏偏是我爱你太多 你对我忽冷忽热 还说到永久 是我不懂我欠你的太多 都怪自己太过让你处于放松 爱情始终有爱与被爱的不同 恨自己太过把你看得太久 恨自己太过把你看得太久 瞬间又想过放手的念头 我太过爱你爱到自己心回头 我太过忽冷忽热 我太过恨你恨你不如恨自己软弱 我太过爱你总没有想过被爱的感动 再过爱你忘了自己需要爱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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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过爱你 爱到自己心会痛 我太过恨你 恨你不如恨自己软弱 我太过爱你 总没有想过被爱的感动 我太过爱你 忘了自己需要爱心的